1908年11月14号 光绪皇帝驾崩于中南海 营台的韩元殿 这位多灾多难的皇帝 终于结束了自己悲催的一生 然而他的死案 至今仍然是一桩悬案 他究竟是自然死亡的 还是被人谋杀的 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的 事实上光绪自打被囚禁于营台 就一直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光绪是个尊严感很强的皇帝 也是一个有大志的皇帝 过着囚犯的生活 他这个心情之压抑 我们是可以想象的 十几年生活在一座孤岛上 光绪曾经多次感叹自己 还不如汉县帝呢 光绪知道自己虽然名义上是个皇帝 但是性命随时不保 一旦慈禧不需要自己了 就可以直接把自己抹掉 光绪是慈禧的政敌 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怀疑光绪是被谋害的 慈禧晚年感到来日无多 很担心光绪要是付出了重掌大权 自己可不老好 只要光绪掌权 慈禧在地下都不安稳 为什么呢 因为慈禧生前难 一再地迫害光绪 他担心自己死了以后 光绪会怠慢自己 会像吴子虚和顺志那样鞭尸 恰好光绪死后一天 慈禧也驾崩了 所以人们就开始怀疑 慈禧在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之后 先让人下手把光绪给堵死了 当然了 也有人认为光绪是正常死亡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观点 在清朝的正史当中 记载光绪是正常死亡的 内容不过就是光绪生病了 而且病入膏肓 御医也治不好 这种看法的貌似是有道理的 因为光绪打小身体就不好 长大之后也是体弱多病 再加上心情比较抑郁 早逝的概率确实是很大的 那么根据清宫档案的记载 光绪的病状主要是虚劳病 外加的精神抑郁 导致五脏六腑都受损 阴阳两虚 气血双亏 最终神离魄丧而死 可现代医学观点说 其实光绪就是有肺结核 加上心肺功能衰竭 持这种观点的人 主要是依据清宫史料的记载 可是正史这玩意儿 咱们不能尽信 你不能说捧着一本二十四史 或者捧着一个旧堂新堂 就说这就是绝对真的 但是你又不能完全不信 你说正史记的都是假的 那也绝对不可能 所以才需要后人去辩析 光绪有病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但是给光绪看病的整个过程 都是由慈禧监控的 慈禧让一筐负责为光绪治病 所以任何医生 如果没有得到一筐的批准 是不可能进入营台的 这就意味着光绪的生死 其实就是操纵在慈禧的手中 慈禧如果想伪造病情 那就是举手之劳 持谋杀观点的人 在凶手问题上 是有许多分歧的 有人认为 杀害光绪的凶手 是袁世凯 溥一在自传 《我的前半生》当中提到过 说戊区变法的时候 袁世凯辜负了光绪的信任 在关键时刻倒向了慈禧 袁世凯担心慈禧死了以后 光绪掌权 自己会受到追逞 所以就动手把光绪给除掉了 在光绪驾崩的前一天 袁世凯派人送来了要玩 光绪恨袁世凯可能是事实 但当时袁世凯 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还有人说 说光绪临终前 嘱托龙玉太后和宰峰 让他们除掉袁世凯 给自己报仇 尽管袁世凯有作案动机 而且跟一筐的关系也铁 确实也有杀掉光绪的能力 但是这个说法 咱们说是缺乏证据的 溥仪的说法 也是从一个老太监嘴里得知的 也不是溥仪亲身经历的 老太监也是听别人说的 所以你口口相传的这东西 往往是最不可信的 也有人说 说谋害光绪的人 就是那大太监李莲英 李莲英跟光绪的矛盾 是由来已久 慈禧重病之后 李莲英惶恐不安 便同慈禧和谋 把光绪给害死了 慈禧的女官德玲 就持这种看法 他在书中是这么说的 说这万恶的李莲英 眼瞅着太后的寿命已不久 就暗自召集起来 他想与其等光绪 掌了全来跟自己算账 还不如自己先下手为好 经过几度的愁思 他的毒计便决定了 近来奴才听许多人说 万岁爷身子很不好 凑着一机会 他就悄悄对太后说 语气非常的奸华 说奴才愿意去瞧瞧看看 或者可以使他身体好起来 他这一串话的深意 当时太后究竟有没有听清楚 实在没人敢断定了 但为稍存忠厚起见 我们不妨姑且说 他病中精神恍惚 所以没有窥测到李莲英的真意 就在李莲英 说过这番话的第二天 光绪便好端端的 害起了厉害的病来 德宁女士的文字 非常不客观 太多的渲染和主观异断 虽然她的话不足为信 但是李莲英 确实是有嫌疑的 李莲英肯定跟光绪有矛盾 英国人普兰德和白克好斯 在慈禧外计 也认为 是李莲英害死了光绪 这种观点还是缺乏充足的证据 第三种观点认为 谋杀光绪的人是崔玉贵 崔玉贵也是慈禧 非常宠心的一个太监 谋杀真非的就是他 本来想处死真非的是慈禧 但是慈禧回京之后 却把一切责任 推到崔玉贵的身上 说崔玉贵误解了自己的意思 自作主张处死了真非 你想想慈禧死后 光绪要是上了台 会不会宰了崔玉贵 如果不除掉光绪 崔玉贵是必死无疑 所以崔玉贵也有作案动机 但是缺乏的仍然是证据 第四种观点认为 说凶手是义匡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 是晚清汉林院树籍士胡思靖 他在《国文贝城》当中 讲了这么一件事 说义匡推荐郎中立军 进攻给光绪瞧兵 立军给光绪进献了一副药剂 光绪吃了以后狂泄不止 第二天立军再去光绪怒目而逝 后来立军再也不敢去了 这个传闻是真是假 无法验证 但即便是真的 也不能完全断定 杀害光绪的人就是一筐 第五种观点认为 杀害光绪的凶手是慈禧 运玉鼎在《崇陵传新录》当中 记载过这样的事情 说得知慈禧病了 光绪面有喜色 慈禧听说了这件事大怒 说我不能死在你前头 换句话来说慈禧担心自己死了以后 政权落在光绪的手里 怕光绪推翻自己制造的种种冤案 更怕光绪在史书中抹黑自己 所以下黑手堵死了光绪 事实上咱们说光绪在囚禁营台的日子里 仍然没有放弃学习 他每天都在阅读中国古典书籍和西方的一些书籍 甚至还每天跟德玲女士学习一个小时的英文 询问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风土人情 德玲是这么回忆当年光绪向自己求学的事的 他怎么说呢 说没早见皇帝 当于有侠时光绪必问英文 所知甚多 于见皇帝极有趣味 在太后面前面容肃默 或有时如意呆子 若离开时竟然又是一人 那么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 还保存着光绪当年索要图书的书单 从这个书单当中 我们能看得出来 光绪即使是被求禁了 但是求学的欲望丝毫没减 这说明光绪对未来还是存有希望的 他现在只不过是韬光养晦 指望有一天慈禧死了以后 自己能够重掌朝政 听说慈禧病重 光绪心里肯定是高兴的 可他万万没想到政治太险恶了 一个表情的不对 就有可能有性命之忧 清宫太监在回忆录 《清宫所谈》当中 有这么一段记载 说光绪本无大碍 诸一开方 借以平和之际为要 然而太监们在光绪死前 已得到光绪驾崩的消息 当时在迎台市集者公六名 其中两人饿死 剩下几人食不过腹 迎饿施邪者又翻三人 光绪死前在床上召唤医生周某 他两眼瞪大 四次用手指指口 周某之地饿极 但实在是没有吃的 就连他本人也三天未进食了 后来光绪地见无声息了 不久纯亲王入见 周报告说皇帝已去世 纯亲王用镜子视皇帝鼻息 确信其死亡 于是匆匆而去 一会儿皇后赶来探视 随后便把皇帝驾崩的消息 公之于众 著名的金石学家 教育家启功先生的 曾祖普良 当时是担任礼部赏书 是主管礼仪的最高官员 根据普良的回忆 慈禧临终之前 他就守在慈禧的寝宫外边 在宣布慈禧驾崩前 普良看到一太监 端着一个碗出来 普良问是什么 太监回答 说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酸奶 光去喝下这碗酸奶就驾崩了 凡是光绪之死 可以说是疑云重重 众说纷纭 但是有一点是无法否认的 就是光绪确实死得太突然了 没有人会想到光绪突然死了 大伙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甚至不知道应该把皇帝葬在那 大家只好暂时把光绪的遗体 停在梁个庄行宫 一个月以后 才为光绪选好灵旨 开始修建灵墓 直到1915年的时候 光绪才正式下葬重灵 这个时候距离他去世已经七年了 为了解开光绪暴死的谜案 考古学家联合了中央电视台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中心 清溪灵文物管理处等机构 组成了专题组 经过五年多时间的研究和实验 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探寻光绪死亡之谜 最后得出结论 光绪怎么死的呢 披霜中毒 但是究竟是谁下的毒 仍然是个谜 光绪虽然是一个天子 但是却一生坎坷 活在慈禧老佛爷的阴影里 是痛苦不堪的 他想摆脱慈禧 可是每次受伤的都是自己个人 悲剧贯穿着光绪的一生 不但政治生活是一个悲剧 连家庭生活也是莫大的悲剧 光绪只有一个皇后和两个妃子 他也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去爱 后人总结光绪的家庭生活 有八大不幸 不幸之一 没有正常的父子关系 一般来说皇帝他爹也是皇帝 这种关系是比较正常的 天伦之爱和君臣关系并不冲突 可是放光绪这儿那不一样了 他的亲生父亲必须跪在他眼巴前 父子之间是无法享受天伦之乐的 父亲也不能安慰儿子 儿子也不能在受伤的时候 扑到父亲的环里 不幸之二 没有正常的母子关系 慈母之爱是一个儿子不能缺乏的 乾隆跟母亲的关系就相当的好 爱孝子慈母垂饭天下 而光绪想要见自己亲妈一面太难了 相信光绪自己都搅着这皇上做得太累了 如果做一普通人可能会幸福的很多 不幸之三就是爱不起爱不得的皇后 龙玉皇后是慈禧的侄女 首先光绪不爱她 也厌恶跟她亲近 光绪非常的清楚 她不光是自己的皇后 也是慈禧的耳目 所以很多事情都不敢对她说 不幸之四呢 深爱真妃却不能在一起 光绪是爱真妃的 真妃也是爱光绪的 可是慈禧讨厌真妃啊 慈禧还将光绪唯一深爱的女人给害死了 你说这对一个皇帝来说这是多大的痛苦啊 不幸之五 没有正常的手足之情 一个正常人都会在乎兄弟之情 可是光绪呢 却不能这样 她跟兄弟相隔很多层啊 是君臣关系 那不幸之六 亲爸爸根本不亲 光绪是由慈禧抚养长大的 但是慈禧呢 却很少给光绪温情和母爱 相反光绪长大之后 慈禧对她是多有地方不断的迫害和打击啊 不幸之七 光绪无儿无女 没有办法享受天伦之乐 不幸之八 光绪被囚禁在营台 一个人孤孤单单 断绝了跟外界的联系 心灵之寂寞 常人难以想象啊 作为一个帝王啊 光绪并不是一个昏君 他是有思想 想变革 想强国的 可惜呢 他的性格呀 非常的懦弱 在权谋方面呢 完全不是慈禧的对手 所以啊 终生活在慈禧的淫威之下 一辈子也没能施展报复 在历史的非常时期 如果没有杀伐决断的魄力 即便说想改革 也很难有所作为 光绪想愤发有为啊 想通过维新变法 强国收权啊 可惜没有与之匹备的手段 和铁血的心肠啊 这就注定了他是失败的 孙中山曾经这么评价光绪 说维新运动后革命之得到 大不迈进 还得感谢光绪皇帝啊 话说在1908年 也就是光绪34年 慈禧啊 已经年过七十了 转过眼又到了过寿的日子 此时他掌握大清的权柄 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 大寿之前呢 慈禧已经感觉到 年老替衰 精力不济了 他预感自己可能啊 也没几天好日子过了 大寿虽然办得很豪华 很风光 但是慈禧老佛也心里 没多少喜情的感觉 他更多的是担心生老病死 大寿那天呢 慈禧在西院一年殿看信 瞧完信以后呢 回到宜乱殿就寝 没想到回去不久 光当一脑袋栽地下 就起不来了 这些天呢 他吃了些果饼 没想到呢 腹泻的更严重了 慈禧这么一病倒啊 大清帝国的大厦 可就晃悠起来了 可偏偏的这些天 光绪也在生病呢 朝廷大员们最关心的 莫过于储君的问题了 慈禧并没有放弃 对朝政的控制 他还是很希望 自己的病能早点好的 病好了以后呢 可以继续统治整个大清 不过两手打算 还是必须的 在病中啊 慈禧做出了一重要的决定 将纯亲王宰封的儿子 溥仪接到了宫中 其实啊 这时候如果慈禧 不做决定的话 各方势力都会蠢蠢欲动 当时幻想最大的 就是公亲王溥伟 他是公亲王一心的孙子 从他爷爷那辈开始 就做皇帝梦 好不容易又逮着一机会 怎么肯放弃啊 甚至连义匡父子 都想做皇帝 而这个时候呢 京城里到处都传言 袁世凯啊 打算废掉光绪 立自己的哥们宰镇为皇帝 听到这些留言之后 慈禧是很担心的 他最担心的就是 义匡和袁世凯联手 到时候朝中就没有人 是他们的对手了 为了防止情况发生变化 11月7号 慈禧让义匡呢 去尊化 为自己选择领起 其实慈禧这招啊 很明显就是调虎离山 把义匡调离京城 才能确保 这政权呢 顺利的过渡 调离义匡之后呢 慈禧又让铁梁 统领一阵的兵力 镇守京城 倘若要是出现乱子 将在第一时间进行镇压 虽然慈禧心里 已经有算盘了 但是在接浦一入宫之前呢 他还是召见了 张之栋 世叙等众臣 询问他们历次的问题 张之栋等人呢 是实话实说 说应该啊 立一个长军 国有长军设计之福啊 这些人心里都想 如果再立小孩的话 恐怕又会出现 太后垂帘听政的事 所以大家一致主张立宰峰 当时宰峰已经担任 军级大臣之职了 慈禧啊 经过反复权衡之后 决定了立普一位储君 宰峰为摄政王 宰峰是光绪皇帝的义母弟弟 11月14号 光绪嫁了崩 而这时候慈禧的病情呢 也越来越严重了 近乎迷流了 慈禧要说 也不愧是个女强人啊 在这么重的病的情况之下 依然打起精神 赵宰峰义匡 接班人确定之后 义匡就回来了嘛 还有张之栋啊 袁世凯啊 等人进攻 正式宣布新皇帝人权 溥仪当皇帝 继承大同 同时过继给同志和光绪 临死之前呢 慈禧对自己的一生做了总结 说我呀 几次垂帘 不了解内情的人 以为我贪恋权势 其实是情况逼得 我不得不这么做 都说呀 这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呢 快死的人是不会说谎的 但是慈禧的总结告诉我们 有些人就是要死咯 他也不会改变那撒谎的习惯 慈禧还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忽然颁布这么一道诏书 说以后啊 不准再让妇人干政了 后宫干政与本朝家法相违背 必须严格限制 同时也不要让太监干政 明末亡国的教训 因见不远呢 我们可千万别把慈禧这些话当真啊 慈禧老太太弄全弄了一辈子 最后还说这样的话 很典型得了好处开始卖官了 再说了 大清那个气数也快完了 富人干政 什么人干政 也不会有机会了 话说慈禧啊 是一个很注重养生的人 衣食住行呢 非常的讲究 慈禧啊 他这个衣服 都是由江宁制造 专门负责 成千上万不可计数 说有一次啊 慈禧东巡 随身带了多少件衣服呢 慈禧带了两千多件衣服 一次出行带这么多衣服 你可见这个女人生活 是有多么的奢侈 那这么着挥霍民之民高 大清有不亡的道理吗 对于饮食这一块来讲 慈禧就更讲究了 慈禧设立了一个专门 为他做饭的预膳房 预膳房下面又设了五个局 分别为荤菜局 素菜局 饭局 点心局 挂炉局 慈禧这个预膳房啊 规模太大了 太监特别的多 很多厨师啊 专门就只做一两样菜 每一样菜 每一种食物都要做到 相当的可口 慈禧的口味也非常的刁钻 他一口就能吃出来 这味道是不是地道 有一回啊 去青东陵 做烧卖的师傅呢 没能随行 就让另一师傅呢 带坐 没想到慈禧啊 尝了一口 拨然大怒 怎么回事啊 这烧卖做的这么难吃 赶紧呢 就把刘师傅招来 亲自做这个烧卖 慈禧那菜单上啊 有四千多道菜 慈禧最爱吃的 都有什么呢 有这个小窝头 饭卷子 油饧炸糕 烧卖 除了饮食 这个非常挥霍之外呢 慈禧的养生方面呢 还有一些特殊的习惯 那你比方说慈禧 特别喜欢喝人奶 这在慈禧看来啊 说每天喝一点人奶 既可以如美容呢 又可以养生 所以慈禧呢 是有一批固定的奶妈 啊 就乳母啊 慈禧从年轻的时候 就有喝人奶的习惯 在吃的方面呢 慈禧可以说是 无所不用其极啊 以至于后来有人说呀 说慈禧这一辈子 简直就是为吃而存在的呀 慈禧每一次就餐 至少得有一百多道菜 你说他能吃得过来吗 吃不过来 但是我看 我也得有一百多道菜 咱们再来看看慈禧这个爱好啊 慈禧虽然文化水平不算高 啊 批乐奏折的时候 经常呢 是措子连篇 但是呢 他还是很喜欢附庸风雅的 他曾经啊 请一些这个书法一流的女人呢 教自己练字 除了书法之外呢 他还爱好绘画 当然了 他绘画的功夫也不怎么地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能有这份心思 也算不错了 慈禧呢 虽然说知识水平不高 但是还特别喜欢看书 史书啊 他看不明白 他这最主要看的是什么呢 就什么 风神演绎了 三国演绎了 这类的书 而且呢 还从这些书里边啊 学习治国的经验 全书的技巧 当然了 慈禧最大的爱好 还是听信 总的来说吧 慈禧的兴趣非常的广泛 她是一个爱权力的女人 也是一个爱美的女人 更是一个爱财的女人 我们可以说呀 慈禧的一生中最爱的 还是权力 排名第二的就是自己的命 排名第三的绝对是财产 慈禧爱财如命 聚恋了大量的财富 她还搜集了大量的奇珍异宝 根据德灵的记载 她仅仅在一个房子里 就看到了三千多盒珠宝 反正无论如何吧 这个穷奢极欲的女人 离开了多灾多难的人士 在临终前 她虽然做了周密的安排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辛亥革命的爆发 终于让清王朝 受众正寝